以军9号用无人机袭击黎巴嫩的南部 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预袭丧生 另外 美国举报将会向以色列发放35亿美元的拨款 用以购买美制武器和军事用品 以色列面对可能受到袭击 政府呼吁民众要储水储粮 而医院也准备把病人转移到地下室 以媒报道称 有民众收到了恐吓的短讯 指他们将于下周被埋葬 警方呼吁民众务须恐慌 黎巴嫩港口市西顿9号 一辆汽车遭已知无人机袭击 汽车着火焚烧 袭击造成一人死亡 让人受伤 现场是一条大道 可以通往黎巴嫩最大的爱因哈勒瓦难民营 预袭的汽车严重焚毁 据悉 死者是哈马斯的指挥官哈吉 就是负责这个难民营的安全工作 接近以色列边界的黎巴嫩南部村庄 拉查法哈尔 9号遭已军空袭 另一个村庄卡夫尔基拉遭到袭击后 冒出滚滚浓烟 以军8号到9号 还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 珍珠党武装人员 军事建筑展开空袭 以色列北部9号就遭到火箭弹袭击 以色列利用铁穹系统拦截 大部分被拦截 以军又对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 发射阵地进行炮击 美媒报道 美国和以色列官员预计 伊朗最快将在12号袭击以色列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美国政府打算向以色列提供35亿美元 用于购买美国武器和军事用品 举悉 美国国务院日前已知会国会议员 并指这笔款项来自国会 在今年4月通过对以色列的军援拨款 以色列媒体报道 许多以色列人收到短讯 指他们将会在下周被埋葬 警方指这些短讯的目的是 制造恐慌 无需理会 又表示正在追查短讯来源 以色列政府也未可能受到伊朗 或黎巴嫩真主党袭击做好应对 呼吁民众在室内储存好食物和水 医院也准备把病人转移到地下病房 而搜救队伍已在主要城市就位 多家国际航空公司 继续暂停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其中联合航空和达美航空停飞 直至本月底 以色列三家本土航空公司 包括以色列航空公司 阿基亚以色列航空公司 都表示航班如常运作 更表示准备增加航班接载滞留的 以色列人返国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